小心点 慢点 来 慢点 来的路上没事吧 还好 针机队拦了我们一下 没事的 蓝敏怎么样 蓝敏应该没有察觉到 出门之前我给他换了药 等他睡着了我们俩才走的 那就好 廖教官那边呢 洪灵已经在外面准备好了 廖教官现在应该 已经接上了萧夫人 等把萧夫人安全地 送出城以后 廖教官会直接去伏击点 好 武器都带进来了吧 都在箱子的隔半底下 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哪里 我们的人来经营咱们 略发哥 都安排好了 好了 小夫人 他就是来经营我们的人 弘领 小夫人就交给你了 我得去接营秋雪他们 我跟你一起去 小夫人这边 已经安排好了 一路上有我们青龙帽的弟兄 护送着 很安全 放心吧 那好吧 小夫人 走吧 一路顺风 廖先生 木柏那边 就拜托你们了 我们会尽全力的 你放心吧 好 慢点慢点 在两边摆好 青青 一定要把东西放好了 林木居 准备得怎么样了 报告将军 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我们的人 已经到备了 很好 我相信 你一定会准备一出好戏的 我很期待 将军 戴彩霞密报 他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 但是 还不能确定 是不是天狼星 戴彩霞是我们的一张王牌 你去告诉他 他的目标 不仅是一个小小的天狼星 而是李银龙 准备出发 我们去接真汉彰 再给您添点水 不了 我这就要回去了 萧夫人已经送走了 你就放心吧 那我就先回去了 您慢走 好好好 秋雪 姐 怎么样 一切已经准备好了 老马那边来消息了 萧夫人已经被安全送出车 廖教官已经去了服气点 你们现在马上和廖教官会合 按计划行动 姐 你们可得小心点 特别是清红 德川他们可能见过你 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你们快走吧 你们小心点 走 我们走 走了 清红 我们也准备一下 炸弹时间我设好了 只要打开开关 就开始计时 好 你去盯着他们 我去通知萧老板 好 萧老板 陈队长 有事吗 萧夫人已经安全送出车了 那就好 谢谢 萧老板请放心 您会演完第一场之后 我们会安排把您直接送出车 谢谢 你们安排的炸弹 是放在花篮里了吗 是的 所以您一定要记住 不要在台上耽搁太久 演完之后立刻离开 知道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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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过去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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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传警局 请 请 你们 把这里包围起来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靠近戏院 是 秋鞋姐 这喊账来了 准备行动 好 萧老板 陈队长 你去吧 我也要开始上庄了 萧老板 想好了今天唱奶出戏吗 甘宁百计 劫未盈 萧老板 各位 汉章此次天津之情 承蒙德川将军及各位父老乡亲台爱 收获颇丰甚为欣慰 不日即将返回南京 汉章特办此堂会 表达谢意 各位请入座吧 怎么样 一切都顺利吗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 看到有不少小鬼子守在戏院门口 放心吧 只要我们这边一开打 那边的鬼子一定会过来支援 秋雪他们就安全了 撤退的路线安排好了吗 西园那边 老马会带人接应秋雪他们 我们这边一得手 直接带珍汉长出城 好 准备进行复计 好好 走 准备进行复计 将军 都已经安排好了 好 真先生 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 怎么搞的 为什么突然让咱们穿日本人的衣服 谁知道 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奶奶 这份日本鬼子 不会是想让咱们做地身 给天狼星当靶子吧 别乱说话 我看见周围都是日本人 不想火辣 看一戏吧 秋雪姐不好了 外面的鬼子都是便衣队假扮的 什么 我就说嘛 小鬼子不会没有准备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真先生 放松一些 也许天狼星正在那里盯着我 如果让他们看出来你的紧张 他们就会有所准备 德春将军 让您见效 可我的右眼一个劲的跳 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真先生 放松一些 这里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不必担心 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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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 这个肖木白 是天津卫有名的大巫生 德春将军也懂精心 吕之一啊 我对中国文化一直很喜欢 尤其是这京剧很有韵味 我非常喜欢 没错 这京剧就是有它独有的韵味 让人百听不厌哪 中国的京剧 分生蛋竞莫丑 在华北平津地区 最有名的京剧大家是梅先生 可是他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 宣布不再长戏 真是可惜啊 德川将军对中国的曲艺文化 确实是颇有研究啊 今天唱堂会的肖木白 肖老板虽说不是国内京剧大家 但在平津地区 也是曲艺界的名字 我相信将军一定会喜欢的 好啊 你在这里冰着 我上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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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 我还是没找到戴三相 怎么还没有找到 我猜他可能跟陈龙兴在一起 放心吧 好 戴神戴神 怎么了 朕先生 这个肖木白是你的朋友 肖木白是个名角 我们算是点头之角 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没事 我只是奇怪 这个肖木白为什么会选这么一出戏 甘宁百计劫未盈 此时此地很应景啊 这个肖木白 这搞什么名堂 让他马上停 换戏 好 不必了 我倒要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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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军官是真是假 对我们的行动都没有影响 我们现在要做的 是等到萧老板演完之后 马上护送他去后院 等廖教官那里开始行动了 这里的鬼子就会过去支援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再想办法撤离 炸弹还有多长时间爆炸 大概还有五分钟 好 按原计划行动 等上将军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这出戏啊 我明白了 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 看来 这位萧老板 应该已经和天狼星合作了 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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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肖穆白演得真是精彩啊 这戏都演到了这会儿 这天良心还是没有出现 会不会是他们识破了圈套 不敢来了 甄先生 不要着急 这好戏才刚刚开始 我们需要慢慢地欣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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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得好 萧老板 您演得真是精彩 戏唱到这里才刚刚有点意思 萧老板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引荐一下你的朋友 他们既然来了 就出来见见吧 完了 小鬼子发现我们了 陈珠奇庆皇 小鬼子是在炸我们的 我们的计划那么重要 不会有问题的 对了 他们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称呼 叫做天狼星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这戏园子里里外外 除了你们的人 就只有我们戏班的人 我不认识什么天狼星 不过 就算他们真的在这儿 恐怕 也不会束手就擒吧 杀 小老板说得没错 我想天狼星应该就藏在你的戏班子里 现在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天狼星是逃不掉的 只有投降 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说实话 我一直很欣赏天狼星的能力 特别是他们的行动风格和手法 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怎么办 萧老板还在台上 而爆炸时间马上又到了 我们怎么救他呀 准备强行救人 一会打起来 我来掩护 清皇 你带着萧老板从后院赶快撤离 可是 服从命令 你个小浪蹄子 当初要不是我好心收留你 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你以为靠上了萧老板 我就没办法治你了 我现在就把你绊了 我看萧老板还要不要你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 可是如果我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我只能将你们全部消灭 当然 我也不必花时间去排查 你们当中谁是天狼星 我只要将你们萧家班的人全部消灭 那么隐藏在你们中间的天狼星 自然也逃不掉 不用那么麻烦了 你不是要找天狼星吗 我就是天狼星 萧老板 难道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这么拙劣的谎言吗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是投降 供出你的头伙 二就是死 我可以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 怎么样 你考虑清楚了吗 不用考虑了 我肖木白 自从答应演这出戏开始 我就没打算活着下台 来 怎么回事儿 爆炸了 小白白 快走 小心 快走 快走 很好 开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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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老板 就跟你有准备這種弓 我明定会带你出去的 别费劲了 我不行了 这喜台 就是我最后的 归宿 小老板 谢谢你帮我们做的一切 我也是中国人 能帮你们杀鬼子 我 死而无憾 小老板 小老板 邱学姐 快 鬼子追来了 快快 邱学姐 我想办法带你们逃出去 走 跟我来 清虎 撤 走 德春将军 林牧队长 这里太不安全了 我还是先离开吧 将军 请你先离开吧 好 这里交给你了 请你放心 清平 你负责保护真先生 嗨 快 给我手中每个出口 走 小心 小心 爆炸了 准备行动 准备行动 救命啊 救命啊 走 走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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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郑先生 许小姐 这天亮星不是想抓我 分明是想炸死我 快清理门口 林牧队长还在里面 走 你们别拉了 快送我上医院啊 这 你干嘛 你们不是变异队的 赵老弟 别紧张 这是我针机队的人 对了 你的伤没事吧 我没事 你去追天狼星吧 我的兄弟会来 这天狼星嘛 一定会追 但你的兄弟 不是扮成皇军 早就被天狼星盯上了 可以说是 死的死伤的伤 没有人会照顾你 老弟 我看 还是让老兄 我来照顾你吧 吴宝山 让我的兄弟去冒充日本人 这是你的主意吧 赵老弟 你终于聪明了一回 我觉得 唐会那天 是不是让人假扮成皇军军官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我觉得 便衣队的人 最合适 我今天被杀了你 你 好 快 进来 秋学姐 秋学姐 我们被鬼子包围了 怎么办 别慌 我们先躲一会儿 找机会冲出去 如果实在不行 咱们就跟小鬼子拼了 我的手里还有渣药 不行就和他们拼了 秋学姐 你们真的是天狼星吗 彩虾对不住了 姐姐们累累你了 不是 我只是不敢相信 你们真的是杀鬼子的天狼星吗 彩虾 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因为你是戏班子的人 就算被鬼子发现了 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到时候你就安全了 不 彩虾 我们两个出不去了 如果让鬼子看见你和我们在一起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不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去送死 你们都是好人 我有办法让你们逃出去 跟我来 秋学姐 这儿 就是这儿 这个窗子 他能够通往外面的街道 我们赶快出去吧 这个被钉死了 金虎 炸 好 天狼星一定是想炸个出口逃跑 追 把所有通道清理出来 报告 这边有人 你们几个保护陈先生 其他人跟我走 快 送我回司令部 走 来 慢点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快走 雪雪姐 你们快逃吧 日本鬼子追来了 你们不要管我了 不行 我们不会把你丢下来 可是 没有可是 要走一起走 不好 这些手出事了 什么 撤 快救这些人 嘿 秋雪姐 鬼子怎么撤退了 撤 老教官 鬼子怎么还没来了 再等到 这要很张 我看今天谁还能救你 哎 保护这些人 上车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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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郎新 我看你这是窥汪哪儿跑 廖教官 鬼子来了 准备行动 好 快走 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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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鬼子马上就到 阵害长来晚了 我们来不及了 马上去精英秋雪 去精英秋雪 精英秋雪 撤 那不是老马吗 老马 雪雪他们人呢 他们让鬼子 给围在西院签门了 你说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按计划行动 正要撤出来 我带人去接应 鬼子已经把他们包围了 廖教官 怎么办 出面找枝糕点 其他人跟我走 好 好 林伍兄 你们不用管我 撑上去 绝不能让铁狼星跑了 撑上去 注意 有军击手 快燕毙 太好了 春明和廖教官来救我们了 走 姐 快撑上去 秋雪 快 上车 我们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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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快 清红小心 清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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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快不行了 开车 快 开车 给我追 给我追 开车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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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 清红 清红 最后 快 不行了 走 快 开车 开车 走 快走 走 快走 怎么了 咱们这么多人在一起 目标太大 必须分头走 阿玉姐 你把彩霄送到瑞祥旅行社 其余的人跟我撤 撤 走 彩霄 清清 去找药星 好 秦虎 秦虎 秦虎前进 不能摔秦虎 秦虎前进 秦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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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虎你坚持住 坚持住啊秦虎 你要坚持住 秦虎 快免杀 秦虎 秦虎 没关系 我恐怕 不能再和大家一起 你杀鬼子 口 咱们去杀鬼子了 秦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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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鸿这孩子能够认识大家 秦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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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在 战斗中牺牲 你一定把我来埋葬 请把我埋葬 高高的山岗 好朋友再见吧 再见吧 再见吧 把我埋葬 高高的山岗 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每当人们从这里走过 都说啊多么美丽的花 我出去 陈梅 你要干嘛去 姐 秦鸿不能就这么死了 她的仇物一定要报 就是 我跟你一起去 林木淳衣 珍汉璋 还有德川 一个都活不了 走 走 站住 你们别那么冲动 回来 这次行动失败 责任全在乎 庆红的仇一定要报 但不是现在 如果我们现在 贸然前去刺杀 这跟宋慈没什么两样 我们现在不能冲动 不能让清红的牺牲 变得毫无价值 都是因为我 对 就是因为你 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 就你恨狗汉奸 就你恨小鬼子 难道我们就没有仇吗 春美姐 春美 别说了 兰敏也不想这样 让我说 你问问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哪个不是跟日本鬼子 有着血海深仇 我们全村 伤百口的人 全都被鬼子给杀了 我被十几个日本鬼子 给糟蹋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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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有眼 没让我死 我就拖着这副破身子 慢慢地爬了出来 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救命啊 难道我的恨 我的仇 会没有你身吗 晴晴的师兄牺牲了 阿玉杰的丈夫牺牲了 他的孩子到现在都下落不灭 难道我们就不恨吗 我们就不想报仇吗 陈梅姐 我们是不是也得像你这样 整天不吃不喝 哭散个脸 整天只知道报仇报仇 直到连累自己的通知都牺牲了 你太自私了 对不起 我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 好了 春梅 别说了 晴晴 你带春梅去休息一下 走吧 春梅 好了 一切都过去了 好 天 好 属下我呢 让将军受伤了 这次行动的失败 是林牧的失职 我愿意接受 将军的处罚 不 这不是你的错 是我们都太小看天狼星了 怎么样 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 被击中的叫程庆红 是程明远的女儿 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 林牧俊 不要太心急 猎人 永远都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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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学姐 你别太难过了 春明她没有恶意 只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大家都难以接受 你别往心里去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蓝明 其实春梅 说得也很有道理 我们大家跟日本人 都有深仇大恨 但是 你不能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 你杀死了一个震撼长 还有千千万万的鬼子在中国 还有 你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 难道就只是报仇吗 可是清红她 都怪我 不怪你 你不用自责 我们早就有心理准备 自从我们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 我们每一个人 都把生死置之度外 我们天狼星所有成员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自从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 我们每一个人 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我们天狼星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为了这一个目标 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只是没想到 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 该死的那个人是我 不应该是清红 我们都不该死 该死的是日本侵略者 我们都应该好好地活着 秋学姐 让我加入你们吧 我跟你们一起战斗 杀鬼子 好 你 属下无能 让将军受伤了 这次行动的失败 是林牧的失职 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不 这不是你的错 是我们太小看天狼星了 怎么样 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 被击中的人叫程庆红 她是程明远的女儿 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 至于其他的人 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林牧俊 不要急 猎人 一定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好 好 春梅怎么样了 阿玉姐和清清在陪着她 应该没事 蓝铭呢 哭累了睡着了 清红的死 她很内疚 很自责 她是个好姑娘 只是仇恨太深 太冲动了 这件事 不能全怪她 蓝铭想加入天狼星 我同意了 好 我没有意见 戴彩霞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将军 戴彩霞 她已经跟着天狼星离开了 可是目前 还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我们得尽快帮助她 取得天狼星的信任 现在既然赵长风已经死了 就命令真机队和便衣队合并 由吴宝珊担任队长 配合行动 还 真汉章那里 你安排一下 让她尽快离开天津 但是德川将军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能否让真汉章 在天津多待几天 你要做什么 这次天狼星的行动没有成功 但是他们一定会找机会 再来找真汉章的麻烦 你是想利用真汉章 继续引出天狼星 你知不知道 昨天晚上发生的意外 已经让她觉得 她的安全没有了保障 她已经向华北军部 告你的状了 但是德川将军 这次天狼星 只是死了一个成员 对他们的打击 还远远不够 我们只有彻底摧毁了 天狼星的战斗能力 才能逼迫他们去寻找 八路军的大部队援助 好吧 就按你说的去办吧 但是一定要保障 震撼章的安全 港村司令官 已经亲自来电过问此事 要知道 帝国军部很在意震撼章 在狼眼计划中起到的作用 令母明白 这个戴彩侠 是什么人 他挺可怜的 无父无母 进了戏班 还遇到了禽兽 我就顺手把他救了出来 我觉得这个时候 他的身份不明 先不要让他和我们接触太多 你觉得呢 我知道 所以我先让阿玉姐 把他安排在瑞祥律室 我明天想去看一看他 小悔子现在 一定在泉里搜索 我想等过一段时间 让阿玉姐安排一下 把他送出天津 我们也算是帮他 你想得很周到 按你说的办吧 秋雪姐 阿玉姐 你们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 怎么样 脚伤好点了吗 好多了 一点都不疼了 快请坐 秋雪姐 阿玉姐 谢谢你们啊 对了 现在外面很乱 你要记住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你以前是西班的人 你在这儿安心住下 等过一段时间 我们就安排 把你送出天津 阿玉姐 秋雪姐 我有件事想求你们 你有什么事 尽管说吧 是这样的 秋雪姐 我能跟着你们吗 你为什么想要跟着我们 我已经没有家了 也没有亲人 就算我离开了天津 又能去哪呢 我跑了出来 马班主一定到处找我 求求你们了 就让我跟着你们吧 我可以帮你们洗衣服 做饭 我什么活都能干 蔡霞 先坐下 你的心意 我们领了 我知道 你们都是做大事的人 我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 我愿意为你们做点什么 因为我的父母 乡亲 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如果这次 不是你们救了我 也许 我也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求求你们了 就让我留下来吧 这样吧 彩霞 你先把伤养好 这件事以后再说 吴队长 对于赵队长被害的事 你是怎么看的 赵队长 他死得太惨了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天狼兴 为赵队长报仇 吴队长 有个好消息要通知你 德川将军 已经决定了 从今天开始 便衣队就并入真机队 由你来认队长 谢谢德川将军 和林牧队长的栽培 我一定 全心效忠天皇陛下 效忠大日本帝国 很好 希望你说的 和你做的是一致的 吴队长 你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是从现在开始 进行全程大搜捕 搜捕天狼兴 林牧兄 以吴宝珊的能力 根本不可能找到天狼兴 没错 我对他 根本不抱任何希望 我也不希望他找到天狼兴 我要他做的 就是敲山镇湖 昨天晚上的事 我已经汇报上去了 天狼兴那里怎么样 损失比较大 牺牲了一个同志 没什么 只要你没事就好 我没事就好 大家都是人 都是战士 都是队友 我没觉得我比他们 金贵多少 可他是共产党 不是我们的人 好了 不说这个了 现在小鬼子 正在全程搜捕 你不赶紧藏起来 还来我这里干什么 真汉章在哪 查到了吗 暂时还没有 不过 有两个地方 比较可以 在哪 根据老深的情报 真汉章很有可能 藏在这 或者是这 这两个都是什么地方 一个是私人别墅 一个是鬼子的静心道场 因为这附近 最近出现了很多 形机可疑的人 你是说这些人 都是鬼子假扮的 有可能 但是我个人觉得 私人别墅的 可能性更大一些 因为这个附近 环境比较简单 又没有制高点 不利于聚集 非常适合保卫工作 而且这个附近 最近出现了 很多鬼子的病 怎么样 你怎么看 我觉得 真汉章会藏在这 静心道场 说说 你为什么会认为 真汉章会藏在这 直觉 我只是拿自己 跟林牧做比较 如果我是林牧 你都可以猜得到 我们趁真汉章 还在天津的时候 会再找机会行动 所以他也一定会 再设一个圈套 赢我们自投罗网 真汉章的藏身之地 又在这两个地方的 其中一处 而这两个地方看起来 别墅的嫌疑更大 所以我觉得 越像的地方 就越不可能是 你的推论很有道理 但是 只是我们的推断 在没有确认之前 这两个地方 我们都不能放过 这样 明天我们两个分头 去这两个地方 仔细地探查一下 我给你吹吹 来 我给你吹吹 好 好 来 再喝一杯 好 真先生 林沐队打 很有兴致啊 看来 真先生 在这里住得还很习惯吧 林沐队长 我是贱命一条 活一天是一天 总得享受一下 不知道哪天 又把我当诱饵 钓到了鱼 却赔上自己 到时候 连享受的机会 都没有了 您说是吧 真先生 戏源的事 林沐队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到目前为止 只要是天狼星 锁定的目标 就从来没有失守过 所以说 不彻底地消灭天狼星 就不可能 真正意义上 保证您的安全 可是到现在 你们也没有 把天狼星灭掉 费了那么大的劲 补了那么大的局 到头来 要不是我命大 恐怕在你面前的 就是我的尸体了 我现在 已是大日本帝国的 一份子 保证我的安全 是你的责任 身为大日本帝国的 一份子 就应该不惜一切 为了帝国效力 再说了 真先生 现在不还好好的吗 你 真先生 林沐这次 就是特意来道歉的 对不起 别 林沐队长 我可担不起 我只希望你能尽快 安排我 返回南京 放心吧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不过 我还想请你 多待几天 什么 再待几天 林沐队长 你不会是又想 拿我当诱饵吧 真先生 你误会了 误会了 真先生 天狼星 还隐藏在天津城内 如果贸然转移的话 很容易暴露目标 再说 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假象 所以说 在这里 是真正安全的地方 放心吧 一旦时机成熟的话 我们就会 安排你秘密离开天津 那最好 林沐队长 我希望你不要骗我 如果你骗我 我会向华北军部报告 致你失职之罪 我累了 林沐队长 请回吧 好 告辞了 到底怎么回事 这遗迹 是从哪里过来的 应该是他的保镖 从居酒屋带回来的遗迹 德川将军有令 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所以 我就没有阻拦 是我的失职 算了 这也不能全怪你 但是 你要对每个遗迹的身份 进行严密地核实 另外 派我们的人 严密注意到场外围 四周的动静 研查出入人员 有什么情况 随时向我汇报 你放心 我会亲自毒办的 不 你不能留在这里 我们出现的地方 就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 可是 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 万一这汉章出了什么问题 那德川将军 出了问题 责任由我来担着 我现在的目标 只有天狼星 即便是 他们发现 珍汉章不在别墅的话 他们找到这里来 想要冲进道场 也需要时间 只要我们在外围 安排好暗烧 一旦发现他们 我们就会围捕他们 好 谢谢 谢谢 品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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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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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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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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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姑娘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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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昨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分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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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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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